新台灣星光大道 根據我們台灣的民間信仰 陳王爺出巡 蝦鴻牙出巡 事情大條再出巡 這位就是叫做朱立安阿桑傑 現代陳王爺蝦鴻牙出巡 事情大條 事情大條 為什麼大條呢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說 對美國交心表態說 2016我沒什麼信心 2016還有 那現在算應該是五年以後 但是蔡主席怎麼辦 怎麼選下去 我來引述一下 就要請運盆 你要替你們的黨主席解套 楊舒立問蔡英文說 怎麼重整民進黨恢復政權力量 這是2006月 他接黨長屬一年左右 一 地方包圍中央 二 立法院國會過半 三 重點在這邊 在2016年認真競選總統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 在2016年的機會 比2012年好 要選不選 他剩主席再逼民進黨 總統好選你了 你要替他解套 要拗一下 怎麼拗 沒有 這不需要拗 我們到現在為止 很好 這一波的解密裡面 民進黨跟國民黨的方式 不太一樣 國民黨是忙著否認 民進黨是用當時的情境來解釋 這沒有錯嘛 大原則上是這樣 所以以當時的情境來講 不管剛才林辰偉講 他是有那個控制域 然後說其他人很擔心 他不是強有力的領導 在那個時代 跟蔡英文現在講的分析 都一模一樣 那時候 馬英九是從八八水災開始 撤下來嘛 換了劉兆璇之後 然後開始慢慢穩定的 那個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八八空災 對 還沒有 所以在08年 蔡英文一接 那時候到隔第二年之後 我們滿擔心蔡英文 會不會再數饅頭 他是不是對黨務沒興趣 所以林辰偉講那個 譬如說什麼控 黨務控的那種 他應該是日文的那種 什麼蘿莉控 政態控 那個意思 那是民進黨的幽默方式 就是沒打沒睡 我覺得他太狡猛了 但是這樣沒有惡意 就是香榮講的 AIT的文件是抽離情境 你現在看當然怪怪的 但是如果你回到那個狀況 是合理的 蔡英文的分析也合理 那時候民進黨所有的人 都很悲觀認為說 馬上叫他拿去 民進黨20年沒辦法回家 20年 所以蔡英文在那個時 2009年就講出說 他有一個順序的時候 把總統放在2016非常合理 誰知道開始馬英九做得不好 八八風災 然後換行政院長 一次不下來是 馬英九自己掉下來之後 大家才開始認為 往來2012就有機會了 才慢慢演變過來了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 那個時候他算是有步驟的 然後先從地方政府 立法院 然後2016 還有在時空環境上來說 可能民進黨的發展 跟國民黨的衰微 比他想像中的快 如此而已 推給心理學說的情境倫理 為師不是一個好辦法 這個立民兄 立民兄敢問第三勢力的立民嘴 姚明嘴 你看蔡主義這種說法 你可以說 那時候還沒有這個形式 現在形式又不一樣 這個說得通嗎 說得通 那個時候國民黨一黨獨到 而且難過了四文三的國會席次 蔡英文你要曉得 開始有信心 要從地方上的補選開始 第一局贏了 他都還沒有很 很表現的 可是連贏三次以後 這個開始慢慢才站穩腳 有點信心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的回應 是很誠實的回答 那我也覺得那個時候評估 如果按照我們的評估 應該跟他的看法結論是相同的 我把維基解密這位當事人 當成21世紀的俠盜羅賓漢 那個時候的羅賓漢用的工具是刀跟弓 現在是用電腦 劫腹 現在是劫霸權 來替小國勢力來突圍 所以他出來的這些問題 其實是蠻 他只給客觀資料 把AIT的資料貼 只是對各國自己內部的影響 請各國自己 而是不要受美國大國的包 控制而已 我們停一下 等一下在下一段請教你 馬上回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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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